作曲 李宗盛 這一次選用幻莫術這樣子的一個展明 水莫 東方美財 目前的台灣藝術發展裡頭 其實相對而言算是比較弱勢的美財 因為我們可能大家看漫畫看動畫的影響 我就把他們想像為 這是一群擁有特殊的忍術的這一些創作者 他們雖然可能使用的術式是不同的 但是其實核心都是從莫出來的 希望由此來召喚出 大家對於莫的再認識重新的理解 點線面到色彩到包括筆墨、春髮 乃至於美學的一些思考 那一個美學的判準 就好像自然而然會多出一兩個東西 叫做氣韻精神 想要透過這樣的一個展覽 來讓當代的這一些朋友們、觀眾們 來思考說到底現在莫是怎麼一回事 《類山水》這個作品的這個系列 其實就是在探討所謂女性主體認同這件事情 跟山水畫包含內容的這個革新的問題 藝術作品之所以成立有兩個面向 一個是形式一個是內容 你要去搜尋很多的內部的資料 後來我找到一個就是所謂春髮的一件事情 我回到一個比較古典的這個山水畫的這個 所謂形式它本身的那種圖與文之間的關係 講到我自己就是創的這個所謂的火墨畫 是一個生命的元氣 2013年我得了癌症 那在這個治療的過程裡面 對我的落上很深的印象 所以當我治療完之後 其實我就開始當然持續在創作 我想到我那種治療過程裡面 皮掀起來啊那種痛苦 那我竟然可以把原本的作品把它再生 我把傳統比較水墨的平面的創作 我把它變成類似軟雕塑的製作 我這次帶來的差不多都是同樣一段時間做的東西 我的東西裡面我覺得有趣的就是塗鴉 而且每一個時間都不一樣 而這個新的東西呢 它也是給你新的問題 所以它就不斷地有各種不同的解決方法 所以對我來講沒有什麼畫對還是畫錯的問題 杜山欣老師的作品有一點用像鑽柯 然後去點出它的這些其實 然後它的山水來 所以你會發現它不是去強調它的空間感 或者立體感反而很平面 某個程度它也有很抽象的意味在 陳奕華老師的作品是在繪畫的構成裡頭 它就是那種很女性的如夢似幻的一個展現 它當時買了一個小尺碼 是要送給它小孩的 反正就擺著擺著 就變成擺在它工作室裡頭 就有一點情感的投射 然後就把這些東西放進去繪畫裡頭 看到張詠謙老師的作品的時候 我們可以聯想到 那我怎麼樣不使用筆 然後或者甚至末這件事情來創作的時候 它是用這種石筒來把它印染 然後做出這樣子有一點 既平面又立體的這樣一個裝置 所以我覺得它其實遙遙也在投射 或有霍印這件事情 比如說筆或類筆之間 它的關係會是怎麼樣一個狀態 張詠呢你也可以看到 乍看像傳統的這樣的形式 像說松柏介於這種插畫 很生活性的 然後它也都按照傳統這種 一定要有書法提款這樣的一個 基本形式來創作 加上它在松柏的背景上面 畫了這些很幾何的圓形 就是連續性的 然後布滿整個畫面 然後來讓這些松柏產生奇異感 張詠謙老師呢 他是用水材質來進行創作 我們可以看到它背景的處理 那種默染的這個功夫 跟它中間局部的這些山水 結合默染跟工筆之間 那它的造型呢 當然也是從傳統出發 在這些山石的主體 它反而是有顏色的 所以剛好也呈現另外一種 對照跟反差 像陳念慈老師的作品呢 他大部分的幾乎都是以筆線 來成就他的這個構圖 他可能從節氣 從天后 然後來展現 他對於這個概念性名詞的體現 需要靜下心來 很勻稱的去做出這些墨線 很像刺繡之工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展現出這樣的畫面來 黃瑪琳作品呢我覺得主要一個是 當然是觀察的視角 像說可能傳統頭像旁邊都會有 供養人這樣子的一個人物設定 然後來對照當代的供養人可能是什麼樣子 透過這些當代年輕男女的這種描繪 來展現出現在消費文化這樣子的一個觀察 後面他的小作品就是 他採取了像攝影的這個廣角鏡的視角 然後跟日本的這些我們說明所會 用水墨把它拍攝下來那樣的一個情境 我們會發現傳統書畫系統或者是語言 史觀裡頭語心是相對少的 但反而來到當代 其實用墨書寫繪畫創作的 語心創作者到比我們想像的多一些 所以我們在這一次的展覽也 十個藝術家各一半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然後也做一個互相的這個對話 我們在這次的展覽有了 就是我們在北戸後 因為我們在北戸後 這次的展覽後 從北戸後 從北戸後 唯一到北戸後 從北戸後 感谢观看